出道多年 41岁的林依晨参加中国实境秀 突然脱口说的这一句话 把林富平女神的人设推上崩坏边缘 一个Move举手喊出自己是成都人 影片一出立刻遭到台湾网友质疑他舔贡 粉丝心碎又失望 就连维基百科也遭到网友恶搞 特地加上自称中国成都人这一句 即便页面恢复原状 但点开修改记录 咽上痕迹都还在 一句话惹意 就连好友郑元唱也被追问到这一题 最近 不止林依晨同样卷进风波的还有他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这些都是老面孔的 看得很腻啊 白湾YouTuber 你这桌要干嘛 近期到新疆自由行 有网友就点出 这是不是波特王口中被找去中国拍片的网红 第二波好像开始冒出来了 波特王也在底下回应 时间到陆续就会上片 贴文一出调出本人澄清 网红Ariel说这趟新疆游半年前就规划 没有要发影片也没收取任何费用 只是网友不买单 有人说看到他们去没有自由的新疆自由行 还说新疆是内地真的很难过 也有粉丝逆风力挺直呼不要用自己的意识去绑架他们 我们生下来就很自由 因为他们如果不带这个环的话 他们就没有办法跟家人住在一起 不过有网友在找出之前他们曾生缘香港的影片 发现部分片段被删掉了 让粉丝心碎留言 而不止他们去新疆 另一个百万网红嘟嘟们的Ian 也发出去西藏旅游的照片 究竟是巧合还是刻意不知道 但能确定的是如今统战样板风波在起 网红和艺人想赚人民币 同时也逃不了国内粉丝质疑 明示新闻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示新闻网